對於神職,聖經是有很清楚的教導 《馬福音十六章》講到 《你門方普天下起傳》 即是說在大事明傳揚的時間 就講到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然後信的人必有神職傳揚 就是奉我明管鬼,守安病人病,究竟好料 然後就講到主用神職傳揚精神所存 所以講到在大事明的時期 都是會大於神職其前的 而在臨前十二章 《寶羅》也講到有醫病的因子 行二輪的因子,便秘諜處理的因子 先知的因子,宋說方言,藩方言的因子 即是有講給我們聽 這些因子,在《馬克風十六章》的時間 就是講到整個新約時代 而在臨前十二章 《寶羅》是沒有講到時間的限制的 而在《寶羅》的說話 和《寶羅》的說話 也有講到神職 來跟隨他們的傳道 傳道是帶著神職其事的 譬如在《高林多》前書第二章 《二章》第二節就講到 《寶羅》的說話 我在你中間不知了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不如在臨十二章 然後後面又講 我所說的說的不是用 智慧委員的言語 用聖靈和帶來的名證 很特別的 前面就講是單靠耶穌 和知道耶穌基督和臨十二章 但後面就講到 不是單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而是用聖靈和帶來的名證 在《寶羅》書也有講到 除了基督靜我作的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敢提 只提他靜我言語作為 用神職其事和聖靈的能力 來使我能夠信服 所以聖經裡面 都講到傳道是帶著神職其事 但我們都說 神職其事只是一個輔助 證實神的懷疑 最重要是神的懷疑 神職其事就是一種輔助 所以我們的註力 都不是放在神職其事 只是說神是今天做工的 神是今天做工的 其實耶穌有些說話 都是講到 他沒有直接講神職 都是講神職的 比如說 你有信心還有一顆解釋種 你吩咐一山而開 這個都是神職 在耶穌所說的說話不同的地方 他們在大風浪的時候 就告訴耶穌很害怕 耶穌說他們少信 即是說你應該有信心 你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在聖經裡面 讓我們看到 聖經的模式 是神是今天做工的 最主要是 那譬如說 二塞書二六十一章一到三節 就講到 主要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穌高高我 叫我全 沒有信息給軒卑的人 然後就講到 差遣惡 依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來入代替悲哀的人 都是講到 我們都可以做生命的意思 或者是講到神職的事 而在 善良傳第二章十七節 就講到 聖靈聰會是什麼 他就說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將他們 挑剥凡有血氣的 你的兒女就要說而言 少年人 要見異像 沒有人作而言 那就是講到 其中一樣 就是啟示聖人 就是 這個聖靈聰會 其中一樣的範圍 就是 有 有 雪而言 見異像 作而言 就是講到 在聖靈聰會裡面 帶著這些工作 而在善良傳第二章 後面 是講到 在大而可惟的日子 未到以前 而先 就講到 人頭要變黑 原來要變紅 在大而可惟的日子 未到而先 就是在世間的日子 之前 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這些經文 都告訴我們 是 聖經是告訴我們 今天依然有實質其事 有些人用來 建立這個 恩賜終止論 其中一個經文 就是 林傳十三章 就講到 他說 先知 廣道之臨 說謊言之臨 終於停止 但是 那裡講到 就是現在 我們面對面 現在就好像 對著鏡子 將來就好像面對面 將來就面對面 將來就面對面 那時候不用講謊言 不用先知 講到 是講到 世間的日子 因為 其實在 普羅寫 這個 書信的時候 已經 神的啟示 已經很多 都寫了 還差一小部分 新人還有一小部分 其中 差一小部分 現在就是 對著鏡子 那時候的鏡目 現在就是對著鏡子 跟著小小部分 啟示完 就 我們就好像面對面 那樣的神 事實上 並不是有一個 特見 所以這個是 就是 林傳十三章 所講的情況 應該就不是 講到 就是 蘇永哲都說 他說很脆弱 如果用那個 建立一個 神 就是說 這些先知的恩賜 這些 謊言的恩賜 這些傳統都沒有了 就是 根據這裏 是太脆弱 是沒有清楚的 沒有清楚的 聖經話 會停止 而很多人 就是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傳統 就是教會 管他 但是 當我們真的 奉耶穌榮 祈禱有信心 祈禱 就發覺 神職真的發生 甚至在傳統教會 都有神職發生 不過他們 就會這樣說 他說 是他們控制不了 神什麼時候做就做 就是不做的時候就沒有了 所以 蘇永哲也曾經這樣說 一句說 他說 你是否能夠祈禱 我的意好 你不是 我都是 我都不是 我都跟你一樣 你有些意好 我有些意好 你有些不意好 我有些不意好 那分別在哪裡 分別在神的同在這個教導 以及這個practice 這個做法 聖經是有講到神的同在有程度 第一 在初期教會他們多祈禱 接著 他們就被聖靈充滿 大有膽量去傳呼音 有幾次 接著有 彼得又放監 有不同的程度 當我們肯接祈禱的時候 神職工作很大 這是聖靈不強烈的動作 另外 在《舊約聖經》 《薩母義記》上十章和十九章 就講到 有些先知們在那裡不斷奏音樂 他應該在那裡讚美神 以後就受這樣說話 當時去到就變為新人 這就是一個 並且在《薩母義》就說 你要趁時作 因為神與你同在 你可以看《薩母義記》上十章 第五節開始 神與你同在 神的同在周圍都是 所以這個不是說到周圍的同在 不是無所不在 如果是信的人 那薩母義就不用叫他們 找那些人才知道 時代問那個地獄人 也不可以 聽神的話 但他特別叫他們找那些人 那些人就說 神與你同在 你要趁時做 所以就講到一個 強烈的同在 在那時候 神就改變 其實聖靈充滿 那個特別的地方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真的 如果是時時見到個人有需要 我們為了祈禱 他即時覺得 輕散 平安 舒服 更新 醫治 是很明顯 在祈禱的時候 或者聚會的時候 更新 改變 但是我們的神聖和耶穌有很大距離 但是不代表我們不是有強烈的同在 很明顯 我會這樣形容 我會這樣形容 當在聖靈的聚會 或者強烈的時候 神的同在加強 耶穌就去到一個百分之一百 所以耶穌 什麼時候都說 這個人不是死的 他現在在睡覺 然後就叫他起床 事實上到今天為止 我們有人會祈禱死人得意志 但是他的確 他不是每一個的祈禱都復活 但是耶穌去到 這個人睡覺 那就叫他起床 也就是說 耶穌去到我們百分之一百 聖靈的聚會 我們去到一個高度一點的程度 我們大部分的人 祈禱都會經歷到聖靈的 但是我們的確 都不是一百分之一百 但是和一個沒有刻意地 祈禱的人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就是我所說的分別 他們一樣有聖靈的內存 不過就是說 有多強烈呢 那就有一個程度的分別 你有沒有回答到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大問題 其實我有不同的演技 也有回答這個問題 講這方面 就說的是 你也想要多多個慣 你應該是多多更多多個玩具 我相信